這太誇張了吧 拿這麼大的網子 真的有這麼大的魚嗎 真的有這麼大的 真的有這麼大的 石頭最大的有 一百二十幾斤 一百 等一下 一百二十幾斤 問一下 這跟竿子拉得起來嗎 絕對可以 真的齁 絕對沒問題 好啊 那你剛剛有在做一個動作是什麼 我們會去烹魚 呼 呼 對 去 模擬我們頭耳的概念 因為深坡的關係傳導 讓魚吸引過來 欸 這是撇步欸 鳥種不會釣魚的人都不知道欸 對 這是一個訣竅 這跟我們剛剛所做的連環湖標 為什麼我們會去喜歡用這個東西 因為它拉扯的過程中會有聲音 就會有一個砰砰砰 就是我們頭耳的效果 OK 吸引魚 對 沒錯 剛剛給你那個 種魚的寶箱咧 對對對 來 這個就是 今天我們的秘密武器 這也有人用線欸 真的啊 用這樣就能釣到 對啊 吃了 吃了喔 把它出了 把它出了 這個 好 哇塞 滿滿的獎盃欸 老闆你好 你好 今天又再來找工具 嘿 你要釣什麼樣的工具 釣... 要釣什麼 你們想 又要龍膽 龍膽太簡單了 龍膽需要什麼工具 因為龍膽其實只要 鉤子跟魚下去就中了嘛 對不對 沒有那麼簡單 真的嗎 一千利七七 沒錯沒錯 龍膽沒有那麼簡單 你對捲線器本身的了解 到什麼程度 捲線器就是 它會出現鎖得起來 拉得回來 沒有那麼簡單 真的嗎 這麼說 你說沒有那麼簡單的話 你曾經釣過最大的龍膽是幾斤 255台斤 我們來看捲線器吧 來 我給你介紹一下 我給你介紹一下 這一顆捲線器 號稱 有釣具組心臟之稱的捲線器 背負了放線收線及煞車的重要功能 而且 在種魚時 還要消耗掉魚的體力 同時又避免釣線殘繞 也是降龍過程中不可缺的武器啊 10個會釣魚的人 9個都是因為龍膽它的拉力 它的魅力 對 被它深深給吸引住 嗯 尤其我們會釣魚的人 它本身會想要越釣越大 你會有辦法去撐騰它 那我們的釣具就必須要有一定程度的水準 好 用到像這樣的捲線器 它必須要配什麼樣的釣竿 它才有辦法釣到 嗯...那我給你介紹一下 我們一般正常釣龍膽 所會用到的手工踏板 這拿起來就一個專業感耶 超級輕耶 不是釣龍膽它不是要承受 你說你釣250斤也用這個 對 但是我的耗出是比較大 它每一隻竿只有每一隻竿的耗出 正所謂的龍膽竿 是傳竿所衍生出來的 比較短的 對對對 沒錯沒錯 但它的拉力跟硬度 它可以負荷比較大 對沒錯沒錯 哦...這樣講我就懂 組裝起來讓你試看看 好 這是現階段龍膽竿裡面 它耗出算最小的 那耗出最小 代表它的硬度也是最低的 哦... 哦... 這還是最軟的而已喔 欸... 我剛剛其實蠻用力的耶 哇...所以它可以拉成這樣子 沒錯 看到沒有 有了這個光明燈 保證你掉得下下掉 那我給你介紹一下 那我給你介紹一下 這是... 呵呵... 最...最...最...最開始的圖形 你知道為什麼要改嗎 為什麼 因為它下面有一個洞 對 這個洞是不會旋轉的 那我們在做掉的過程中會有水流 那這不會轉 對 會把我們的門圈圈圈 哦... 所以我們需要去做改裝 把它改成下面就可以了 哦... 那它這個是可以... 可以自... 順著水流 對 對...它是會旋轉的 那你在水流走的時候 它永遠的方向都是固定的 對... 它不會因為你的水流關係 導致我們的明顯點 嗯... 對...那我們傳達出來的需要 那...也會比較明顯 我們先把... 我們的尾巴剪掉 然後把頭剪掉 然後再來... 把我們的可以塞進去 但是塞進去以後 必須要去固定它 哦...沒有聰明 你能夠針頭耶 對啊... 那我們在做掉的過程中 你會有很大的拉扯力 對...對... 所以我們裡面還會再灌一下 好... 好...接下來... 開始塞哦 對... 這才是最困難的地方 其實當初 塞這個的時候 其實滿多人 對... 一個大男人 可以... 有這樣一個手藝其實也有 對... 滿太平的哦 這件是你以前用的東西 對... 這件是你以前用的東西 這個都是... 早期的... 日本... 日本的船竿 對... 那...它現在其實它市價... 多價值不費 哇... 這隻竿子 現在市價多少錢 這隻最近很高價 十六萬 瞎會 十六萬 沒錯... 真的... 所以有錢還不一定買得到的 你這多久以前買的 這個... 最少都... 五、六年前 我當初買的時候比較便宜 當初買的時候 一直買... 四、五萬塊 五、六萬塊 你看嘛... 對不對 身邊的另一半 你現在如果剛好你身邊的另一半 在跟你看這一集 你就告訴我 我當初去... 買到現在十六萬了 買五萬幾塊而已 對不對 對... 所以我買的那些車子 到底也是會漲價 呵呵呵... 我送你一個... 送你一個... 出門武器 對... 這個箱子... 你要好好的保護 你會不會中 你就靠它了 這個可是你去哪拿的 為什麼你有? 收藏的 哦...你倒光 哦...這個光啊 裡面為什麼有兩粒 這兩粒很重要 你想要... 在龍膽這個區塊 好好的體驗的話 你必須要有這兩粒 真的假的 真的...沒錯 相信我 好好地保護它 從七八歲就喜歡釣魚的日哥 可說是無處不釣 水溝、大牌 各式湖泊他都可以 而將釣魚這興趣轉變成事業 則是因為老婆的一場車禍 需要在旁照顧 於是日哥從手作伏標開始 有了成績後 也就有了現在的釣具店 你看一下腳下的網子 有沒有這麼誇張 這太誇張了吧 拿這麼大的網子 真的有這麼大的魚嗎 真的有這麼大的魚嗎 真的喔 其實中最大的有 一百二十幾斤 一百...等一下 一百二十幾斤 問一下 這跟竿子拉得起來嗎 絕對可以 真的喔 絕對沒問題 好啊 你剛剛有在做一個動作是什麼 我們會去烹魚 對 去... 去模擬我們頭耳的概念 因為深坡的關係傳導 讓魚吸引過來 欸... 這是撇步耶 這是... 這種不會釣魚人都不知道耶 對 這是一個訣竅 這跟我們剛剛所做的連環湖標 為什麼我們會不喜歡用這個東西 因為它拉扯的過程中會有聲音 喔 就會有一個砰砰砰 這是我們頭耳的效果 OK 吸引你 對 沒錯 剛剛給你那個... 種魚的寶箱咧 對對對 來 這個就是... 今天我們的秘密武器 對 這兩顆鈴鐺 你加一顆 好像紅色啦 好像水黑大斑啦 OK 那...有這顆鈴鐺 它是一個... 欸... 種魚的... 訊號 OK 對 那我等一下怎麼教你 怎麼去操作 OK 首先嘗試的是 沉底跳線的釣法 日哥說這顆小鈴鐺 就像是一個提示音 一聽到提示音 等個兩秒就立刻揚竿 這... 聽起來是滿容易的喔 所以這久等過多久 十幾個小時啊 對啊 釣池也要等十幾個小時 真的 我幫你打個點 SR的概念 沒錯 鋪魚也要有一把米 對... 要釣到魚也要有打底 對... 對 來了 撞魚 大家 等一下 等一下 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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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往後 人再往後... 再往後 好 往前射線 再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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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一下 我的該拼好痛喔 火鍋了... 火鍋了... 機會給你了 但是... 你沒有把握住 很大耶 你沒有把握住 我跟你講是大的 是大的 可以比賽了... 可以比賽了嗎 可以比賽了嗎 可以比賽了 你不確定再模擬一下嗎 不用... 可以了... 還是我認真的釣一次給你看 就反應速度的問題 蛤 你是覺得我反應太慢是不是 真的太慢 真的太慢 需要再加強一下 你剛剛說2秒 我就真的等2秒啊 因為 在我們聽到鈴鐺針 我們在陽甘的那個村間 你要有一個頓點 讓鍋子打穿 你有沒有曾經在這樣子的時候 就已經種魚了 有啊 有啊 所以你看我們 POWER玩 我的習慣性 手一定都會拉著 因為你拉著的時候 他如果... 你才知道有沒有... 有沒有種魚 對對對 喔 喔 來來來 讓你看一下喔 現在齁 這位大哥正在示範怎麼種魚 你今年掐到什麼大條 一塊肚子打穿 你就看字 妳家旁邊都不動 是嗎 愛 嗚... 澳 等一下 你要去哪裡 我在這邊 這哪裡大隻 都是那麼簡單 叫你 這隻小อะ 一隻小的 好帥 我對你有一點尊敬耶 這個幾斤 這個應該將近20 20而已喔 然後剛剛你要看 欸 斷了 剛剛應該是雙溝 斷了 要不要20塊 要我來 我換我看 真的喔 我剛剛有學到你那個 其實打高爾夫球算是我的日常 不過面對這個稱號是 釣魚界的高爾夫等級的 持釣龍膽 我真的就是隻小菜鳥囉 換了釣點再來試試手氣 嗯 不得不說 有高手加持就是不一樣 因為有龍上鉤啦 有了 有了 用力 其實這個 這隻沒有很大耶 這個小土瓜 這太小了啦 放釣好了 再釣就好了 不好意思喔 你的復仇者聯盟要拿來了喔 我們兩隻我先中耶 是的 這場師徒大戰 有野兜徒弟我先持得點 而所謂的青出魚籃 更勝魚籃是何種狀況呢 馬上你就會看到啦 我這邊跟你聊天聊一聊一聊 釣一聲我沒有拉 我沒有拉 好美喔 你知道現在聽到鈴鐺聲超敏感的 好美喔 而且那個神經就是 欸 欸 竿子在手上啊 鈴鐺哪來的 有人踢到了 你沒看到 剛剛被種的 我現在在為你做 就錯誤的釋放 釣魚呢 不要分析 還好我的師傅 也沒有在漏氣了 在另一頭也是默默種魚囉 目前戰況1比1平手 接下來就看 誰先搶下關鍵的這一分啦 喂 喂 喂 來囉 來囉 兄弟啊 黃字啊 有沒有要幫我啊 黃字啊 黃字啊 我們來看一下 好 沒有 我幫你打一下 哇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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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種教育人最夢寐的龍膽石斑 耶 其實他的拉力真的還滿強 而且他吃東西其實很細膩 他不是那種 碰一下就下去了 他是這樣 我剛剛看我們在前面 你知道他前面在幹嘛 後面這樣 要晃 好吧 把他放回去 把他放回去 不要怕他再上來太久 不要讓他再上來太久 這也是龍膽情況裡面的 幼稚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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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還有更大的等你挑戰 啊你呢 我 你怎麼辦啊 快了 快了是不是快了 真的快了 我快了再15分鐘 欸 同學 欸 好好掉啦好不好 OK 那個有 有 我們那個放在櫃檯 等一下我就要直接 放到你的車子上面去 Yeah 開啟小鈴鐺 果然是掌握住羊肝的好時機 也有了好成績 有可以釣魚 沒錯 靠海邊可以釣魚 但是是在哪釣 在水溝裡釣 而且在水溝裡釣到的魚 還是龍虎斑 怎麼可能 龍虎斑是躲石頭 它是石斑的一種啦 但是怎麼可能躲在水溝裡 我們來去找一找 聽說有人有釣到 Let's go 等一下我有看到線耶 這是線耶 對啊這就是人家放的啊 這就是人家放的啊 所以在這裡面 你之前是在這種水溝釣到石斑喔 對啦 真的假的啦 真的啦 你確定咧 確定 你看旁邊都還會很多人 放的這些現有的沒有的 是喔 對啊 哇塞 這邊都是海水啊 你怎麼確定 怎麼確定啊 有沾奶喝過 真的水好的啦 真的啦 你在哪邊釣 這裡喔 對啊 這裡也有人用線耶 真的啊 對啊你看這 用這樣就能釣到 對啊 吃了 吃了喔 欸 你可以吃了嗎 有少數喔 那邊有少了 我拿錢 快沒錯 卡住了 卡住了 龍蜂啊 欸這真的是海水 你看 它有那個蟲欸 就是海裡面才會看到那種蟲啊 海蟲 欸還有珊瑚欸 這邊之前有上過新聞就是因為有珊瑚啊 因為它從外面養殖業者 從外面把海水吸進來的時候 然後有帶著那個珊瑚的卵 欸真的欸 林圓養殖業從1970年代開始興盛 從早年的私木魚、鰻魚、九孔到現在 則以蝦苗和石斑類為大眾 是整個林圓沿海一帶全變成養殖漁溫區 也讓周邊水溝也成為這些 海水偷渡客的天堂 酒班說還有一些養殖場會另批一區釣場 讓客人體驗拉爽爽的樂趣 走 真的釣得到嗎 真的 我就是傳說中那種釣魚一直釣不到的人 釣得到啦 我真的我沒有釣過啊 我包括出來都沒釣到 這是朋友的養殖場啊 這裡面魚都很大隻 真的喔 多大 你在這裡釣過多大的 八十幾斤 八十幾 對 但是你用這個桿子怎麼拉得起來 我今天是想要釣小隻的啊 萬一種八十的呢 慢慢跟他耗 有了 有了 斷了啦 欸 整株斷掉啦 太大了吧 你看他這邊 喔 太快了喔 有啊 好吧 喔喔喔喔 喔喔喔 欸欸這是什麼海地喔 這樣不是我的目標 你覺得怎麼辦 喔喔喔喔喔喔喔 來 誰能救救我啊 有網子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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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不是我的目標魚 哇 前面一個洞 它洞魚 它洞魚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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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這海利吧 是不是 這是龍虎斑 對 龍虎斑 看一下喔 哇 這就是龍虎斑了 對 看一下它 看一下 沒有 不是喔 這是小隻的龍斑 這龍斑啊 小龍斑 這叫牛肉 這龍骨斑吧 這龍骨斑吧 這比較像龍骨斑耶 這隻有龍骨斑耶 這隻有龍骨斑 你看 再歪一口 歪一口 一口 一口 有嚇到嗎 兩隻啊 這隻有龍骨斑嗎 海利要把它放回去吧 好 好吃這麼深 好笑了你 這咪到這麼深 我們一釣上來 就把人家的漁場搞得好混亂 這個龍虎斑 這個就是龍虎斑 這個龍虎斑還是這個龍虎斑 這個吧 這龍虎斑吧 對 這個也是龍虎斑 這龍虎斑 不要摸摸摸摸摸摸到摸摸 對啊 龍虎斑 這它是它上面的刺牌對不對 沒有刺 這個 這邊 好利喔 小心一點 欸 這塊很利耶 這塊 是這塊最危險的 這塊最危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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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因為它就像刀子一樣啊 它只要一動 然後就會射到 小心喔 這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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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我把它放回去 等一下 這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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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又要醒來 這邊就要小心一點 對 就要兩隻手 對 你不要撐著 你不要撐著你的腳 因為它 有時候大力 一拉的時候 會撞到你的骨頭 會撞到你的 旁邊這邊的骨頭 就是讓它騰空這樣就好了 然後 這種時候 把重心放後面 慢慢推就好了 你看它拉成這樣 感覺就是一個拔河比賽的地方啊 拉到 有時候拉到一百多的 要兩個人抱著 喔 兩高啦 兩高 兩高 好大喔 這塊有幾天 他說這邊釣要很小心 因為這邊 上來都是大的 而且有的時候 你會不小心 你的竿子就 就整個被這樣抓走 怪物等級 對啊 釣龍膽要很小心 對 我現在終於有感受到一點就是 釣龍膽的樂趣 本來都覺得只是把東西拖起來而已 可以把耳拖一下拖一下 對 當運動齁 對 家裡有人不運動 你就帶他來釣魚好了 它會躲在哪裡啊 不一定 它在底下都是一個洞一個洞 是喔 你可以大力提桿 大力提桿 對 然後 它會 看起來像耳掉下去 喔 喔 有鞋了 有沒有偷鞋啊 還是你本來就知道了 我也不知道 有了 喔 喔 哇塞 等一下 我的部署有偶藏 我上次已經脫 拉了一次偶藏 在這邊 又會偶藏耶 欸 誰要拉 他現在難怪你 你不會 對 那你試試看 會 好 可以 他住在這裡 好 好慢 會不會 我跟你講這個時候呢 是慢慢 然後一直走到收線 對 人往下 對... 好 停住 然後再往上來 喔 喔 喔 有沒有 有沒有 好險 好 拉上來 唉唷 有沒有 一個不會釣魚的人 在教別人釣魚 這沒有很大隻啦 這小隻的啦 你還會釣喔 小隻的啦 小隻的啦 那怎麼辦 把它勾子弄掉而已 怎麼弄 把它勾到它嘴巴旁邊 喔 幫你救它喔 拖拖氣 看到它拖拖氣 喔 這個呢 叫做 欸 這是龍虎板 龍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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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 這個就是這樣 這就是這樣 這個就是一個休閒魚池的樂趣 就是你如果想要來休閒魚池 體驗釣魚 你就可以 跑到休閒魚池去 然後就體驗這種 拉爽爽 但這魚是不能帶走的 因為每一隻的龍膽石斑 其實價值都不肥 然後不可以有倒溝 然後溝到了以後 就把它放回去 溝到以後 就把它放回去 體驗得走 其實肚子OK 也算是挺有趣的休閒娛樂 但對許多林園人來說 以海為生 就算是養殖庫 也都要依靠海水 來維持餘溫裡的水質 而近年來 龍膽石斑和老虎斑的混血新種 龍虎斑成了林園的養殖新種 也難怪釣客能夠在水溝裡 發現離家出走的龍虎斑的蹤跡 喜歡嗎 記得按讚加訂閱 台灣第一的 開啟小鈴鐺喔